为什么上下楼梯时不要打闹? 我们班的男生最讨厌了,在下楼梯的时候就喜欢你推我,我推你的,要不然就是从楼梯的扶手上吃肉下滑下去,都被老师骂好多次了还是不敢,烦死了。 你说的没错,所以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千万不能打闹,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 有的小朋友上下楼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一个台阶的往下走,而是一步迈两个台阶或者是跳下来,这都是非常容易跌倒的,所以要记住上下楼时千万不要逞强。 而且还有一些贪玩的孩子喜欢把楼梯的栏杆当做滑梯,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做法,一旦你保持不了平衡摔倒的话,很可能就会导致残疾哦。 有的学校里大家排队上下楼的时候,小朋友们喜欢打闹,如果排在后排的小朋友,推挤排在前面的小朋友,那么前面的小朋友就很可能会跌倒,这样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不要去做,记住了吗?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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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